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大盤準備要走空了 其實顏老師在節目裡面 我所告訴你的行情 它是一個大行情 它不是一個小行情 所以說你看到現在好像 沒有什麼股票可以買對不對 但是到了明天 你會發現不一樣 不一樣 那高的股票 漲太多的股票不要去追 你追的話賺了只有一點點 那你可能風險上面 沒有辦法去控管 那顏老師告訴你的 你現在要注意到這個低位階的 低位階的包含四大族群 第一個族群 就是所謂的被動元件 國具 和聲堂 華新科 信倉店 這個叫做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明天請注意買一線的 老師你有什麼消息嗎 我沒有消息 我只提醒你 明天大概一線的比較會動 什麼叫做一線的 國具 華新科 和聲堂 就是一線的 比較大股的你知道嗎 一線的 那矽晶圓今天大漲 當然你要買二線的 為什麼 因為之前一線的是環球晶大漲 中美晶大漲 這是一線的 那今天二線的呢 今天加金創新高 合金的話上漲 所以一線跟二線千萬要搞清楚 那蘋果的話請注意了 蘋果股價在美國創新高 台灣的股票市場裡面跟蘋果股價連動了 應該有超過60家 那這些所謂的蘋果概念股的話 它會慢慢的反映在它的股價上面 所以說對於未來的行情 你不用太悲觀 今天大概就是拉回一下震盪一下 拉回幅度都不會很大了 所以說你不用怕 這個低頓把錢準備好 跟著岩老師準備來操作 這個所謂的四大族群 我再說一次 被動元件 矽晶圓 這個蘋果概念股 還有低頓族群 就是岩老師目前為止 未來要操作的一個方向 好 跟大家在節目裡面 我們一起分享 我也希望你賺錢 對不對 好 來看一下 來 好 這檔股票叫康控 來 時間點來看一下 8月27號 8月27號 康控8月27號 27號你打一通電話進來 你甚至說你直接現在掃描我們的QR Code 我們這電視器前面都有QR Code 對不對 當時候跟你講你掃描QR Code 甚至你打電話進來 岩老師在8月27號 我就把這檔股票送給你 因為我們8月30號 我們有舉辦說明會 我們在台北廠有舉辦說明會 說明會唯一一檔股票跟你分享的 它就叫康控 這個時間點非常早 當然昨天的康控 昨天的康控股價是不是對不對 對不對 來到漲停板 很多人在講 很多人在講 但岩老師跟你講的不是漲停板 漲停板跟你講沒有用 你賺不到 我要跟你講的漲停板是你賺得到的 我要跟你講的漲停板是怎麼樣 是你能夠事先拿到的 事先打一通電話進來先拿到的 你先去買 先去佈局 先去重壓 這樣子的話 這根漲停板對你才有意義嘛 對不對 你不是說看到這根漲停板 老師不知道吃得到吃不到 昨天大家都在講 今天這個股票跌了就沒有人講 沒有人來講我來講 我來講 老師你到底有沒有 不能講 這股票市場裡面有些事情可以講 我就直接告訴你 有些事情不能講 很多人在問 岩老師你有沒有 我有沒有關你什麼事 你有做你就賺得到錢 你沒有做你會一直問 但是我會拿證據給你看一下好嗎 來 你要看我就給你看了 我就把這個字卡稍微修盛了一下 來 這個叫做什麼特別會員 這個叫做尊榮會員 只要是你 岩老師兩級會員的 這個康控昨天漲停板 岩老師都有恭喜你 但是我要事先聲明一下 我們康控的話到昨天為止 到昨天不只一筆單 來 9月9號進場的 9月10號進場的 總共有兩筆單 一筆單可能怎麼樣 大賺嗎 兩筆單可能就雙倍了嘛 那如果再重壓的話你自己算一下 你自己算一下啦 這張股票我就不用講了 當然這個股票要不要出啊 這是一個學問 這個股票要不要買 它也是一個學問 這張股票講很久了 來 低檔區叫你買 拉回叫你買 一直給你鼓掌 叫你去買 小心會大漲 你有沒有看得到 你看得到老師就恭喜你啦 昨天漲停板 很多人在講嘛 很多人講不代表什麼 不代表說他有做到啊 你有沒有做到 不知道 老師有做到啊 未來會不會漲拭目以待喔 現在是10月 會不會從10月 11月 12月 你常常會看到這張股票喔 每次漲了之後就有人拿出來講喔 導播拉鏡喔 林老師直接跟你講喔 10月 11月 12月 這三夠位 拭目以待 這樣子跟你暗示 你應該很清楚啦 應該很清楚對不對 好 當然現在大盤 大概類股輪動啦 輪動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投資人反而會怕 之前可能漲多的股票拉回修正 最近又可能漲 所以說有些股票你要注意一下 當然今天遊覽股票請注意 來 這個股票應該你有看過吧 來 代號6233的旺久 這個是叫9 這個股票很奇怪 旺久旺久 早上要不要站在買方 我不知道啦 早上10點49分拉到漲停板 我記得這張股票我之前在10月3號 10月3號 10月3號 我有沒有做 我直接怎麼樣 我秀證據給你看 但是這是我們會員的權益 我這個黃標我就不大方便打開讓你看了 今天的話你會很清楚的看到這張股票 未來會不會大漲 我這邊給你寫個未來 未來 慢慢看好不好 慢慢看 其實股票市場裡面操作 你會回歸到非常簡單的一個原理 股票在低檔區 你怎麼樣去做判別 這個判別到底對還是不對 這股票往上漲了 可能漲多了嘛 稍微休息一下 你這個地方要不要去做出一個加碼 加碼 還是說你直接買就好了 漲上去的自然要賣一趟嘛 賣完了之後今天怎麼樣 又開始漲了 又開始漲了 這股票很奇怪嘛 你隨著這個趨勢去做 隨著趨勢去做應該就賺得到錢了 但是我們在市場裡面 我有些話可以告訴你 有些話只能告訴我的會員 有做就跟你講有做 沒有做就跟你講沒有做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所謂的做人的一個原則 當然你在我節目裡面 你可以看到非常關鍵的一個資料 這份資料是10月9號送給你 三檔股票 目前為止給你打開了國劇 國劇創新高 漲了50% 昨天給你打開叫Konkong Konkong漲了110% 我相信這檔股票已經驗證了 那老師明天要注意哪一檔股票 明天 明天請注意這檔股票 我說注意你就要注意喔 老師明天要不要注意Konkong 也要注意也要注意 老師明天一共要注意兩檔股票 對 都要注意 這兩檔股票慢慢看 是不是光輝10月裡面最強的股票 10月份還沒有結束嘛 10月份現在還沒有結束喔 這兩檔股票結束了嗎 我請你慢慢看喔 你今天不是說拿了一份顏老師的資料 拿到以後對不對 自己做 所以除了要送給我 我自己做 我就賺錢 有那麼簡單嗎 我知道送給你 你敢買嗎 敢不敢 敢不敢 敢的話你就賺錢嘛 像有時候股票它在發動點 發動點 我跟你講的時候就在這邊嘛 望久嘛 你就不買 一天一根漲停板 兩天兩根漲停板 我是不是跟你講拉回 拉回買 拉回嘛 這個地方有拉回你還是一樣不敢買 還是一樣不敢買 股價一直漲上去你就每天問 這股價到底會漲到什麼時候 每天問嘛 今天怎麼樣 這個拉回修正啦 拉回修正了 又開始漲了 又開始漲了 你又開始問 這操作有時候自己沒辦法 你就要稍微的找人家幫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今天我先講 我今天沒有進場那個康碰第二 我昨天本來說要進場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請大家來做出個加帶 今天的行情 我沒有進場 我認為這個行情 今天不要進場比較對 但是明天一定會進場 如果說明天我沒有進場 我下台一鞠躬 這樣可以吧 但是你完成登記的你不用急啦 我們昨天請大家來加LINE嘛 留下各位的聯絡的一個方式 你放心 我們明天早上一定會通知 至於說你今天看到老師節目的人 你想要參與 驗證 老師我要試一下好不好 都可以 完全免費都可以 但是記得我們今天的話活動在這個地方 來 現在趕快用手機掃描QR Code 明天的QR Code裡面有一檔股票 叫做康碰第二 明天有一檔股票 有機會超越康碰 明天這檔股票買下去 可能立即鎖掌停 你要做短線的 好好把握這檔股票 你要做長線的 價差加長線的 現在趕快掃描QR Code 我剛才講的有夠清楚了吧 老實說掃描QR Code幹嘛 留下各位的姓名 留下各位的聯絡的一個方式 明天早上我們一定會進場 請大家跟我們一起行動 有沒有機會賺錢 大家慢慢看喔 但是你QR Code你不少 我跟你講你沒有機會 你沒有機會 如果說你QR Code少了之後 我們一定會通知你嘛 你就來試一下好不好 看一看 老師之前康控是怎麼做的嘛 康控做到這樣子 創新高漲停板 應該每個人都賺錢嘛 如果說你康控沒有做到 我們下一檔的股票 康控第二 就在QR Code裡面 所以你還沒有少的你趕快掃 那個沒有留電話的趕快留 那未來要注意什麼 來未來要注意這個啦 這個啦 老師你昨天也是這樣子講 你今天也是這樣子講 被動元件今天國具有沒有開始拉了 拉尾盤 華信科有沒有動 有動 何生堂有沒有動 也有動嘛 老師啊 矽晶圓 矽晶今天什麼 家晶 撞破斷新高 利基 利晶對不對 正在拉 所以說明天請注意到這兩個族群喔 被動元件跟矽晶圓 你要注意喔 注意對不對 注意這兩個 那瓶蓋股跟低論要買哪一檔股票 你不用猜啦 我覺得投資很喜歡猜 你不用猜 我直接告訴你 我在什麼地方告訴你 我就在LINE裡面告訴你好不好 我就在QR Code 你現在掃瞄之後 裡面都有重要資料 之前出現的重要資料是哪一檔 叫康控啦 我今天康控在8月份送給你啊 這個QR Code LINE裡面也有出現啦 你真的長期喔 這個之前就 這個掃瞄QR Code的人喔 你應該都很清楚啦 我們康控的話在這個LINE裡面出現的次數真的很多啦 你自己去看一下 你真的要認真的去看一下 我覺得投資人現在對於大盤 比較有信心啊 但是就不知道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那買什麼樣的股票重要嗎 重要啊 如果說你買錯股票 這個行情很大你賺不到錢嘛 我講的應該沒有錯嘛 其實我跟各位再提醒一下好不好 有人在問說 老師蘋果概念股包含哪一些啊 這個叫TPK 這個叫GIS 這兩個都是低位階的 低位階的 低位階的股票有機會發動 可憲 目前為止你要做要做波段 你不是做完一天就跑掉了 國劇咧 明天要注意嘛 新興對不對 昨天創新高嘛 都是事先講 但是你不是說看到這張圖卡 我就知道說蘋果概念股怎麼做 再舉一檔股票好了 來 利基 來 好 我有一位投資人 我的會員問我 老師我還有利基該怎麼辦 他買一買他忘記賣 老師我還有利基該怎麼辦 我說沒有關係啦 我來告訴你好不好 那老師有沒有下一檔的利基啊 有啊 有啊 這個你來找我好不好 我來告訴你 那明天要操作股票請注意喔 我先講喔 我們就是從這四個族群裡面 我們會挑一檔股票 我們會挑一檔股票出來做啦 但是明天操作原則非常簡單 我希望買下去之後 股價能夠立即發動 我希望買下去之後 每一個人臉上都是笑嘻嘻的 不會這樣子說很憂愁 買了之後每個人都很高興 不管你是要做價差的 你是要做波段的 務必記得我們就只有開放今天一天的機會 錯過今天就沒有了 為什麼今天要開放 我希望說你賺錢 立即賺得到錢嗎 賺得到啊 大錢 賺大錢你知道嗎 賺錢要賺大條 不是賺小條的 這條你賺不沒關係 沒關係 老師傅有勾得大條的好不好 所以說趕快等一下 要好好把握機會 明天要進場的來 投資人請記得 現在趕快用手機掃描 我們的股票名稱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康共第二 康共第二明天準時 我們會進場佈局 還沒有手機掃描趕快掃 掃描之後留下市民留下電話 非常簡單 直接撥打電話可以嗎 可以啊 等一下的標股 我放在我們助理的桌上 你先完成預約登記 電話先撥通 標股來電就有 來電就有 電話撥得通 股票就是你的 那還沒有加Line的 還沒有掃描QR Code的 趕快留下姓名 趕快留下電話 明天早上康共第二 我們一定會進場 請大家好好把握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Lenny 時空 他會幫助 這難道 我安慰 你們看 走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把這把 code 都不適合 我們不適合 他們不適合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当然上半场严老师跟你讲的康控 未来会被大涨 其实你都可以慢慢看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有没有赚得到钱 如果说你康控赚到了 那严老师恭喜你 他涨了一倍 那如果说你续报 未来可能再涨一倍 那严老师也要恭喜你 只要你赚得到钱 我相信 对不对 这个人生就是彩色的 人生就不会那么灰暗 那如果说你康控没有做到 你现在又想要赚钱 那你就好好把握 我说真的机会 有时候来了你就好好把握 这个机会 不是说每天它都会发生 有时候运气 对不对 有时候失机丢 对不对 现在失机就丢 失机就丢 明天有一档股票 抗控第二 你要做的 你想赚钱的 你有这种企图心的 那你就赶快来 好不好 好来看一下 来 有没有跟你讲得很清楚 10月 11月 12月叫第四季 第四季要注意什么 被动元件 明天会不会动 国际会不会涨 核政党会不会涨 还是涨华星科 还是涨什么 信仓电 一线的二线的 你搞不清楚你还找我嘛 老师明天细菌园会不会动 今天细菌园 加金在涨 核金在涨 环球金没有动 中美金也没动 明天到底是涨什么 你不用猜啦 我觉得你都在猜 之前细菌园涨一线的嘛 我又没有事先讲啊 一线涨完呢 会不会涨二线的 一线的嘛 一线先涨嘛 对不对 有没有拿简讯给你看 有嘛 那一线涨完二线嘛 就非常简单 看不懂 看不懂对不对 加金 二线的嘛 二线的你知道吗 一线涨完涨二线 二线要先布局啊 你要拉回来要敢买啊 低档局要敢买啊 这个地方都可以买嘛 目前还是涨了几% 涨了30%啊 涨30%你认为要涨完了吗 你看过一档股票说 老师啊 这个如果说真的是标股的话 涨30% 涨完了吗 今天创破端新高啦 对不对 那创破端新高 很多人在讲嘛 对不对 赚钱了吗 当然是赚钱嘛 非常简单 买的越多赚的越多 但是这个地方我跟你讲 你认为它涨完了吗 你认为 我跟你讲 我还是这几个知道 你问我我不知道 但是我请你拭目以待好不好 你就慢慢看 慢慢看 老师你有镜骨吗 你要看镜骨的吗 来 看这 普通会员就有了啦 来 叫你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的简讯热热的 我才藏到9点10分啦 就发一通嘛 这个专案 就是普通的 有缴钱的就叫专案 加金 加金创新高 怎么样 看这边就好了 赚钱很困难吗 自己在那边猜猜猜猜 细菌员哪一支 这一支啦 这支不错啦 你算的啦 老师 这涨完加金以后 明天是不是叫合金 还是叫中美金 什么金的 只要有金的我就买 不用买那么一大堆 没有用 一线涨完涨二线 二线就是这一个啦 加金 合金嘛 还有呢 还有旱壘嘛 所以这操作 有时候自己不会 不懂 没有关系 老师你刚刚还有说呢 被动原线明天会动 涨一线的喔 会不会涨一线 你慢慢看 这个叫一线的国具 壮新高 有拿中国你看不 明天注意喔 这个是合生堂 也是一线的 拉回要注意喔 拉回要注意喔 这叫华兴科 老师 要不要上车 你自己不会坐 你来找我 明天开始要准备玩大的 明天开始要准备要玩大的 明天这张股票叫康控第二 康控第二 我们准备要玩大的 你现在需要是一位 真的能够帮你赚钱的一个老师 就非常简单 想赚钱的 电话就拨进来 LINE的话就赶快加好不好 今天的旺球涨停摆 来拉回找买点嘛 跟你验证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明天要进场的是哪一档股票 康控第二 康控第二 康控第二会不会比康控强 你不用拆 你只要告诉我 你想不想赚钱 你想赚钱 康控第二 今天赶快怎么样 好好把握 明天要进场的人 来注意喔 手机立即扫描 要扫描QRCO QRCO里面会通知你 LINE里面会通知你 留下姓名 留下电话 要电话通知的人 要第一时间点掌握的人 一定要留下姓名 留下电话 如果说你要用LINE来通知的话 你现在赶快扫描QRCO 如果说你现在就想要知道答案 现在就想要知道答案 老师 康控第二是哪一档股票 你现在赶快直接拨打电话 最快嘛好不好 今天开放给你 标股来电就有 电话立即拨通 完成登记之后 明天我们同步进场 明天我们同步进场 这叫康控第二 康控第二好好把握 还没有扫描手机的 还没有扫描QRCO的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家说白白买也有一个伙伴 所以我们看这个投资无计划 一旦有充满我们的技术和寒水 它的手段就无效 我们先替它做行替 天后烧水无益 还用特别的化妆品 让它能成功 经过大火烧了 一只一只都变成白色色 天空空 可以让你用这几世了 如果开来 我们都我可参加了一句 不立断 你再开来 楼园同步年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动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楼园同步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全新护证套餐 给你大大满足 出声登记 通报老保局 健保局 申请生育给付及健保卡 死亡登记 通报健保局退保 老保局死亡给付 受险工会清查有无投保 申请我要成为台湾人 一阵送件 不必往返移民署服务站 护证专业服务 为民精心配置 要发生下来的 不必要让我们的 人网站进行为台湾人网站 幻灯 幻灯 幻灯